中道是什么 中道就是发解 是的 发解就是一切发 一切发里面 我们用真心 来对待 真心里面 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一念不生 这是真心 一念不生 直观具足 一念不生 就是直 直的作用 它就是照 就是惯了 照见 心经里面告诉我们 观自在菩萨 行 身般若 波罗密 照见 无云 接口 那个身般若 波罗密 是什么 就是直 也就是 世尊在经典里面 常常讲的 我们要常常 温习这一句话 不要忘记了 智行 一处 就是直 它起作用 就是观 那个观 无事不败 我们 深深体会到 世尊 这一句话的重要性 我们怎么落实 我们把心 直在阿弥陀佛上 这个可了不起了 为什么呢 直在阿弥陀佛上 不但我们自信 会用的真 还得阿弥陀佛 本源为生价值 念成利益了 直在别的地方 是一重利益了 直在阿弥陀佛上 得阿弥陀佛的价值 把阿弥陀佛 无量的功德 转变成自己功德 这前面已经详细报告过 至于阿弥陀佛的功德 不可思议 那没到西方极乐世界 就得受用 那么世间人 心为什么那么乱 他也执行一处 他执行在什么 是哪一处 名利 名利 名利是念案处了 名利头又有好多处 利益里头又有好多处 所以他的心是散乱的 那他不是真正的一处 绝大多数的人 在现在这个时代 都把心放在赚钱上 赚钱的方法很多 他都去想 那心就散乱了 钱能不能赚到 那是他的命 他的福报 命里都有 决定能赚到 命里没有 想再多方法都赚不到 你说冤不冤枉 命里有 后面就想 到时候不就自己来了吗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命里没有 命里没有的 详尽方法都赚不到 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 你拥有 你拥有再多的财富 再高的地位 只能满足你 现前的 这一生 你想 你能享受多少年呢 命中之后一样都带不去 全是假的 把心放在阿弥陀佛上 那是真的 你将来到极乐世界 这个经历里头所讲的 都是介绍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那多殊胜 那多圆满 你什么都得到了 你能想象的 全得到的 你想不到的 还多了 到那里 你才明白 没到那里 你不知道啊 佛也不说 说了你不懂 所以 往生到极乐世界 就得大圆满 得大自在啊